為了吃美麗海鮮 很多人都會下魚檔簡魚 再拿去餐廳加工代煮 偶爾都會聽到有餐廳濫收加工費 嘩 全部都這麼貴 連吃家樓見米早晚都中了服 60元料給人收費200多元加工費 究竟海鮮的加工費是怎樣計算的呢? 其實每間餐廳都會有自己的計法 斷筋斷兩甚至斷人頭都有 不同類型的海鮮 搭配不同的煮法 價錢都會不同 加配料又是另一種計法 有這麼多種計法 除非心水真的很清 又或者隨時帶個房子出去 否則真的好容易被店鋪騙的 為了保障自己 要不就選一些信得過的餐廳 真的要自己帶海鮮的 最好就選擇人頭的 重量就有得騙 人數不會計不清了吧 下次再跟大家發掘更多的未知 我會想說